那文艺导演的18跟365在2019年的9月版本 我们要有三大主要的更新 那第一个是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设计工具 让大家可以打造出更吸睛的影片 那另外呢就是更丰富的追加内容 当然你影片会需要很多额外像文字啊 或贴图等等的素材 所以我们提供非常多的追加内容给使用者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看现场 今天一大礼拜以上是blogger或者youtuber 就是像这样子的创作者现在越来越精盛 所以我们希望提供给这些专业型的影像创作者 更流畅更有效率的使用空间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一一介绍 所以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更多的设计工具 所以设计工具这次呢我们新增了三个 第一个呢叫做动态的图像文字 他的英文就是大家应该来手机叫Motion Graphics Motion Graphics是最近很流行的一种这个试卷元件 所以我们在这次呢提供了非常多的这种 使用Motion Graphics的风格做出来的文字套件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些百姓增加的叫做向量形状工具 所以常常在影片里头需要加上一些像对话框啊方块啊 箭口等等 就可以用向量形状工具来加这些特效 那第三个呢我们这次提供了18个C的转唐特效 所以我们就第一看 第一个动态这个动态图像的文字哦 我们可以在文字工具系统找到这个动态图像 那就可以看到里头有非常多新的这种 哦 范本 那这些都是不同的Motion Graphics的style 那我只要用拨拉方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加到时间轴里头了 那像这一个文字范本里头有两堂字 我就可以在这边去更改影片的字 然后就可以很简单的做出一个大家这个YouTube影片的 这个开场的特效 那这些字的特效版本呢 都可以在里头调整像字的颜色 或者物件的大小等等的 ok 那透过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打造出像这样子 除以频道的标题 或者是音乐频道的这个歌词 或者是以前是一个新闻频道下面的新闻标题 或者是像这个旅游频道里头来标注坐标啊等等 这样的不同的文字范本特效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提到的就是形状工具哦 那它呢 是在上面 在文艺导演里头的这个PIP字幕画面工法里头呢 我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加上形状的功能 那里头就有非常多的像是箭头啦 对话方块啦 圆形方形等等 那就可以把它直接加上去 那改外框 加入文字等等 就跟大家使用PowerPoint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在输入文字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它可以自动根据这个 呃 形状的大小去调整文字 那甚至我可以在上面加上一些像是 这关键画的特效 就可以控制这样从小的变成大的 做出像这样子的对话方块 对话方 好 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是新的转场特效 所以我们这次呢 推出18个新的这个几个转场特效 那可以看出它的风格跟一般的淡路淡出的效果 非常的不一样 那一样用扣拉方的方式 就是把它加到时间轴上面 就可以做出像这样子有本度的 高动态的这些特效能专场的影片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到下一个部分 就是第二大的更新 威力导演的这些追加的内容 那我们就像刚刚开始 紫冰森讲的我们每个月固定提供给订阅用户新的套件包 那另外呢 每个月我会更新至少一包的背景音乐或者是音效的套件 那以套件包我们刚刚讲到我上一个版本是2018年的9月上市了 所以可以看到每一个月有的真正不同的主题去推出套件 比如说有些YouTuber喜欢做教学影片 所以里头就会有这种箭头啦 框框的这些特效 那圣诞节的时候有圣诞节的 农历新年的时候有农历新年 那1月份呢 特别是日本的毕业季 在2月份 1月底2月初的时候 所以1月份我推出的是日本毕业季 那2月的时候是情人节 那3月的时候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3月有非常多的消息专门 像旌旗队长啊 然后负重者联盟寺等等 所以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漫画风格的特效 那4月份的话就是大家开始要做毕业影片 所以我们就有毕业风格 那以此那一刻 像我们最近8月刚推出的这一包是万圣节 这个上面大家准备要做10月份 然后做万事节 对 所以每一个这个套件包呢 我们在训练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是买断的用户的话呢 你每个套件包一个刀花1,290块 但是对于订阅用户的话 你就可以免费去取用这些所有的套件包 所以这些的等值也超过10万块 所以最佳内容 那除了套件以外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音乐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每一个月至少会推出一包的音乐 背景音乐或音效的更新 所以比如说有古典音乐啦 或者一些儿童的代队啦 或舞曲等等 不同的背景音乐 那每一个背景音乐包里头有10首音轨 那这时候音轨 我们的定价一般是380元 那对订阅用户的话就可以免费使用 那另外呢 还有些音效 比如说你要做动作电影 你的影片里头要有一些交通的场景 或者一些自然的音效 那每个音效素材包里头有20个音效 那我们一般定价是580元 也是一样对于订阅用户 它可以免费取用 所以现在呢 我们提供了超过150首的背景音乐 跟超过350万音效 其实就在现在这些数量 还在一直更新当中 所以我们昨天看了 大概在这个月底 它就会有大概超过400的这个音效包 然后超过这个250首的背景音乐 持续在更新当中 所以这个是每月的这个背景音乐的音效 所以来看一下呢 对于这个PB的用户呢 它就可以在我们的下载管理器里 下载这些特效包 那比如说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这个漫画特效 你就可以在影片加上这些 这种特效 ok 它就看起来非常薄薄 那另外如果有做一些运动影片的话 就是一个运动套件包 就可以加上这些很特殊的粒子效果 那除了这个贴符以外呢 还有每一包里头也都会有文字特效 所以一样用拖拉放的方式 我觉得可以在影片上面 加上这些不同的文字特效 那除此之外呢 音乐跟音效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可以在微音导演 界面里头直接去看到 有很多背景音乐 那音效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今天想加一个闹钟的音效 我就可以加在这个 或者我想加上一个这个 碳喇叭的音效 也可以在这个音效库里头直接找 所以这个创作者他就不用再到处去找说 我今天要用哪一个背景音乐 我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音效 我可以直接在微音导演的程序里头去使用 这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刚有提到 超过150的音乐跟超过350的音效 那这些都是 都是可以让这个订阅的用户使用的 那另外呢 针对这个YouTube上传的时候的商业使用呢 今年中之后加入新的音效套件包呢 这都是我们自己买款的版权 对于订阅的用户来说 他就是没有使用限制的那些音乐 好 那接着呢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婚姻导演 大的功能就是专为这个创作者设计的一些编辑工具哦 所以我们看到早期呢 我们说编辑影片的人 多半就是这些影片的编辑师啦 电视台的剪辑师啦 或者是在剪网告 这些比较专业的用户 那这些专业用户 他们在学校游学的就是像那些Alias 像Creamer 像Firecard之类的 这些专业的影片剪辑软件 但是近期呢 我们看到有一股新的趋势起来 就是所谓的创作者 那这些创作者呢 比如说像前半 那很常在YouTube上面更新的影片 那大家可能都不是科班出身 所以要去使用一些比较专业的软件上面 可能进入障碍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开始看到 有非常多的YouTuber 开始使用微音导演 来做影片整集 所以我们也收集到非常多这些 专业创作者的反馈 就是怎么样协助他们做出更有效率的影片 那我觉得创作者这个主题 今年在喊的不只说无能力厂商 像我们今天现场有AZER的代表 大家应该知道 AZER在前一阵子也发表了 这个他们要进军创作者市场 所以有系列像做机跟笔电这样的产品 那针对创作者去设计的 有比较高效的CPU、GPU 然后比较高品质的萤幕 高解析度的萤幕等等 那其实创作者的这个市场 也是近年来的一个很大的趋势 所以针对创作者的话 我们大概几个部分 那第一个是我们所谓的潮状专案 那这个大家如果去年有参加过 我们的记者会的应该不算过失 他就是可以在一个专案里头 去插入了一段一个专案 那但是这个版本 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感动 给他会让大家看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一版有增加一些剪辑界面上面的 格式上的还有效能上面的感境 那再来呢 就是很多这些专业的 这些创作者很重视的就是一一的影片 比如说一定要拨到IG 拨到脸书的时候 也要用一的影片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一页一看 那第一个功能是我们所谓的潮试专案 我就可以在我的一个专案里头 去插入另外一个专案 那比如说这是我的YouTube影片的片头 那拨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他在时间久上面就很单纯 就是第一个开音物件 但是在这边呢 就是他整个完整的专案 就在另外一个看 那我们在这一版增加 就是他的一个PIP属性 所以我可以去调整他的形状变形 或者动画特效等等 然后让我的另外一个影片专案 呈现在我画面的这边 去做一个置入专案的形式 那这对很多YouTuber来讲 就是说我很想要共用片头 共用片尾 或者我在某点片头上 插入另外一个专案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使用 那此外呢 这个是一个新的更新的功能 叫做制定时间轴的顺序 那如果这边有熟悉微地导演的朋友 像零爸小区这些都很熟悉微地导演 就是以往微地导演的形式是 我的时间轴轨越大的 它是压在上面 但是这个跟Photoshop的形式 刚才编导 大家如果常用Photoshop 就在比较前面的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版新增加一个功能 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去对换 时间轴的格式 它就变成是在小的时间 在上面的时间轴是压在上面的 那另外呢 这个版本我们也第一次加入了4K的预览 那4K预览不敢说在本机的预览 或者外界一部 都可以预览到4K的颠值 那此外呢 针对一些CPU、GPU加速 我们也新增加到8核心的 也有CPU的加速 那也支援到像AMP的Ryzen的CPU的加速 所以让一些使用 比较新的硬碟平台的人 可以有更快的算图跟处理 还有预览的效率 那在格式部分的话 我们今年也支援了比较新的专业格式 比如说HVC跟HDR的这个影片的汇入 然后另外像是ProRes CPU的CPU,XABC的CPU,XF等等的专业格式 那现在都可以归入到威力大名里头去做前级 那下个部分呢 就是1比1的影片编辑 那常常呢 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就是 YouTube我得要一个16比9的影片 但是Facebook我可能要9比16或1比1的 那IG预设的话就是最好是1比1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版本 也加入了1比1的影片的这个编辑的事 那它使用方式就非常简单 就是启动了威力导演之后 可以在这个启动界面上面看到了1比1的选单 这时候它就会开一个1比1的报复 那你就可以去把本来16比94比3的影片 会进来放在这个中间 就可以做1比1的影片 那一样我刚刚的这些形状设计师啊 或者是这个动态不相的文字等等 都可以使用在这个1比1的影片里头 好,那以上是威力导演 那今天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威力导演跟他一些家族软件 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出了威力导演影片剪辑以外 还有像卡尔德兰克做色彩调整 所以在威力导演家族里头有一个叫做这个网副编辑 所以如果在时间走剪一个影片的时候 我突然想调色怎么办 我不用先把它算读输出 我可以在威力导演里头按一个按键 把它丢到卡尔德兰克里头去做调色 去做动态追踪的特效 去做色彩置换 然后调整完之后呢 再按一个按键把这个调整过 带参数的影片丢回给你表演 那不需要在卡尔德兰克里头去和外战 可以省下一次这个Rainful的时间 那 Audio Director 也一样 就是我如果说我的影片要去风声 我要去噪音 去人声 或者是我要去背景音乐重新毁移 我们有一个很酷的功能叫做自动毁移 比如说你有一个一分半的影片 你想要把它缩短成一分钟 那它可以用自动的方式去帮你缩短 你用自己去手动节 那这些功能都可以在威力导演 毁量一键按到 Audio Director 做完编辑之后 再把音轨丢回来到威力导演里头 那威力导演跟相片大师的话 大概是用像是相片具备啊 或相片的一些色彩要调整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这样子 在威力导演跟相片大师的地方 好 那我们先看Omio Director 这个版本的一个新的功能 它叫做AI智慧移除风声的功能 那我们常常在外面 像前运吧每次的影片都在外面 骑着那个独轮车 排的那个风声被很强 那之后后制要注意风声期 非常麻烦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范例 好 第一个我们会听到一个风声很强的音效 然后怎么样去把音车掉 小心不够大 重来一次 大家听一次 所以原始的声音跟修复之后的声音 那我们这边也是利用AI去做的 它在Omio Director 里头的这个修复的选拔 我们来看到一个Win Removal 那这一头可以去调整一些频率 或者是我要强化的强度等等 调整完之后 我们就自动把风声拉掉 好 再听一下 OK 所以这个呢 对于很常要去外排 尤其像用GoPro这样的设备拍摄的 YouTuber 来说的话 如果今天那个麦造有很长的风声收进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移掉风声 让我的人生跳出来 好 那再来呢 是Color and Eric 里头 有一个新的色彩置换的整个这个特效 那它其实跟刚刚我们看到 相片搭是以同一个特效来象 就是选取一个颜色 把它换成另外一个颜色 但是相片跟影片差别是什么 相片会不会动 影片会动 所以会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关键画格Keyrap 去做一些控制 所以比方说我是跟郁金箱呢 我在那边看到色彩置换的工具 然后去启用Keyrap 启用关键画格之后 那在每个不同的时间点 把红色的郁金箱 换成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从红色变成紫色 然后就变成红色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像这样 用关键画格去控制 色彩在影片会不断的变化 有效果 OK 好 那以上是我们这一次的四款新品的介绍 那在创意导演 创意导演以及威力导演这两个软品 另外也有这些最佳的音乐跟音效的特效 等这个素材库 那创意导演用入了100G的链段储存空间 那如果有威力导演的话 这些特效都可以使用 那有50G的链段储存空间 好 那你创意导演的话 它是如果年轿发案的话 一年是3980 就每一个月大概331块 两杯冰拿铁的价格 西方克冰拿铁的价格 就可以使用整包的威力导演 这个创意导演 那如果是威力导演的话 就是1980 大概是一杯新品的价格一个月 就可以 所以其实软体真的不贵 那以上是这个版本的介绍 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很多的使用者在问说 因为他想要学威力导演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 也诚心上线我们新的这个线上教学中心 所以里头呢 有超过150则的各种教程 比方说你看威力导演 和上天大师的 有各种的教学影片 或者是教学文章 那针对物能用 我们准备的一系列的入门的教材 阿罗伊斯曼威力导演 开发中 2019年我们就会上市了 NEC版的 开发中 但是架构也比较大的 所以 2020年比上市 那以上谢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